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受到腐败势力的吸引 专门指向腐败的地方 然后把腐败的地方的资源消耗一空 自己也死去了 他把欧洲的那些极端分子调离了欧洲 也许还是件好事 一个能产生红卫兵的社会 自己等于说是已经处在该死的时候了 出现这样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天命吧 伊斯兰世界出现这些人 就像是中国出现红卫兵一样 你不要抱怨 抱怨起来的结果就好像说是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 都是好人 红卫兵出现以前的社会 好得很是的 其实就是因为那些人本来已经够坏了 而他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坏得不可救药了 才会出现红卫兵的 问 您能否再说一下大洪水的情况 阿姨 这里面根本性的原因就是 国民党以后 共产党以后 形成的那种危险的政治逻辑 只要达到某个高尚的政治目的 比如说中华民族历史复兴或者富国强兵 让人民做出暂时的和痛苦的牺牲是完全必要的 不会妨碍你的伟大 这个基本逻辑是渗透到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 渗透到民间当中去的 这个意识形态普遍被人接受 敢公开反对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大逆不道 处在自我辩护的地位上 这种舆论环境 老实说 就已经是一个召唤大洪水的信号了 在这种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社会 已经符合召唤上帝之边的条件了 在一个舆论比较正常 大家还比较贪生怕死的社会里面 有些事情根本不会被拿出来认真考虑的 星辰大海这种事情是根本不会被拿出来认真考虑的 已经被拿出来考虑了 那就等于说 你已经是默学了 在一定条件下 比如说 为了关倒或者其他更加重要的条件 把你饿死是完全应该的 你已经承认你是应该被饿死的 你才会理直气壮地讨论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觉得你应该被饿死的话 你听到这句话 你的反应就不是要去讨论或者传播 而会像是看到疯子一样 你的反应不是这样 你居然会去赞成或者反对 这说明你已经默认你自己就是两脚羊了 问帝国的结局会如何 阿姨忠心糜烂 你要知道集权是消耗性的 他必须有可以汲取的对象 比如说像大明帝国 他可以使中原地区化为废墟 但是他必须要有江苏的良想集结到北京 一个帝国 不管意识形态是怎样的 他一定有他可以汲取和剥削的对象才行 所以他越过一定边界以后 是只能饿死自己的 原则上讲 帝国就是一种慢性的自杀行动 只不过做得体面堂皇 又有光辉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 让许多人误认为他反倒是最强盛的和最可贵的 但是走向帝国 就是民族或者文明的最后阶段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最终将像罗马帝国一样 在消耗自己可以消耗的对象 又不能进一步扩张的情况下 彻底完蛋 或者是落入蛮族之手 问 各地在大洪水中会如何 阿姨 那要看当时的决断了 在面临着快要被汲取的情况下 就像是你遇到吸血鬼的情况下 能不能够断然切割的问题 吴越在这方面就有点可疑 因为他的士大夫阶级 就像是被狂犬病毒感染了一样 产生了错误的认同 觉得帝国的光荣自己有份 结果他不能够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断 这就像是上海资产阶级 不能够断然依靠帝国主义 来反对蒋介石的道理 是一样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的作用 就是让你背叛自己真正的利益 帮助你的敌人毁灭自己 做自己掘墓人的最佳帮手 内地是不可救药的 关键在于它的破坏能够达到哪一个阶段 在最好的情况下 像东南护宝一样 义和团只限于北方 富饶的南方各省可以投靠帝国主义 在最坏的情况下 不但不能投靠帝国主义 还会把他们的资源贡献出来 一起星辰大海 然后把中国周边的一圈也给弥烂掉 我想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中原都是注定要完蛋的 问 您怎么看推背图? 阿姨 推背图 那都是事后解释出来的 问 九十九年成大错 称王指和在秦州 有人说 这是指毛 阿姨 这个说法不对 秦州应该指的关中 也安插不多 是半个胡人的地方 当然 你硬要牵抢附会说是指它 那当然也可以 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 其实它可以指任何地方 这是事后知道了结果以后再去算 比如说 你知道毛是二十八年 然后你想办法把九十九解释成二十八 如果毛统治了不是二十八年 而是三十八年 你又得另外换一种算法了 只有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你才能解释 那就没有参考价值了 问 比如说中国作死 这是否会导致世界大战? 阿姨 造成不了 它也只有造成远东大战的能量 问 中国必然失败以后 后续处理会怎样? 阿姨 那就没有办法预测了 在1945年也很难预测 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你可以预测到各种方案的好坏 显然最好的方案就是 完全抛弃整个内地 把可以移动的人口移动到沿海 问 蒋介石如果当时反攻大陆 是否也是不靠谱的? 阿姨 反攻大陆肯定是一场灾难 反攻大陆的意思 就跟征服天木儿帝国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这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正确的方法是 恰好相反 能够离开大陆的人向海上前行 抛弃不可救药的大陆本身 东南沿海很可能在这场游戏中间遭到蹂躏 所以 这种情况下就是考验政治审慎的一场考试了 看你能不能产生出游昏依那种人物了 那些人物也是百年积德的产物 问 中国未来的情况会怎样? 阿姨 有可能中国会整个完蛋的 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也有可能在最后的崩溃中间 一切条约都失去了作用 疯狂的 饥饿的 带着核辐射的 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的流民 像疯狗一样冲过去 问 那时 核武器是否会被无底线的使用? 阿姨 无底线的使用 也顶多打到东亚范围内这一小圈 它不是俄罗斯那样能够毁灭世界的力量 问 是说在无底线使用之前就能被绞杀了? 阿姨 不是 即使不绞杀它 听任它随便发射的话 它顶多也就只能打到洛基山以西那一圈 打不到更远的地方 问 俄国如果解体 是否会导致世界大战? 阿姨 也造成不了 但是 如果俄国解体的话 肯定会拖到中国的 使中国陷入一个全方位的包围圈 环绕着整个中国边境 问 中国是否有可能向美国的威尔逊秩序靠拢呢? 阿姨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 如果在江泽民时代还有点可能的话 现在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问 但是汪洋不是说 中国无意去挑战美国的秩序吗? 阿姨 她说的是经济秩序 特别不提安全秩序 她不是抽象说美国秩序什么的 这种事情出现 多半是说明北京政治圈内部 出现了极为不稳定的局面 而不能说是政策上的调整 因为这个说法很可能是说 给北京政治圈里面的人 向她发出某种警告或者要挟 问 但是习近期不是要访美吗? 阿姨 这个不一定是她自己的意思 很可能像是中日会谈一样 是外交部的职业官僚做出的最后努力 有点像是日本外交官 在太平洋战争前夜做出的类似努力 问 假设习想跟美国干 那她完全可以不去访美啊? 阿姨 她不会确定跟美国干 她会像蒋介石一样说 我做什么什么事情是正义的 你不应该拦着我 如果你拦着我的话 就是逼我非打不可 那样打起来 责任在你 但是我是诚心诚意希望和平的 你也完全可以不拦着我 问 习为什么自己没有感觉到危机呢? 阿姨 正因为感觉到危机 所以才必须 按照精神病逝的思维 要在真相毁灭自己的空中楼阁之前 赶紧去死 这样做 自己在死的时候 仍然能以胜利者自局 问 这就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了 阿姨 当然不是理性的 意识形态就不是理性的选择 问 但是很难想象 共产党高层会坚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而非从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阿姨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早已经没法理解他们现在的行为了 如果你按照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 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 现在的事情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可以说他们一直是疯狂的 只不过他们的疯狂有一个隔离层 就是相当于碧原外交大臣那一批人 或者是相当于李鸿章那一批人 在英国人看来李鸿章就是大清 他们想象不到李鸿章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核心 美国人多半就是以为碧原就是日本 他也想象不到碧原后面 还有一个碧原控制不了的核心 这个核心运用了另外一种政治逻辑 这种政治逻辑 按照不理解这种政治逻辑的人看 就是精神病人的逻辑 但是你不要忘记 精神病人的逻辑是非常有逻辑的 你只是记录不了他自己的思维空间而已 其实你无法证明你自己不是精神病人 你想想你怎么证明一下你自己不是精神病人 如果精神病人拿着枪杆子指着你说 你说出来的这个逻辑是只顾自己自洽的 纯粹是精神病的逻辑 我要打破你这个框架 你怎么才能用合理的方式证明 你不是精神病 而他是精神病呢 这个完全是可能的 确实有可能他是正常的 而你才是精神病人 只不过碰巧你这种人在世界上占了多数 把那些真正清醒的人观进精神病院了 你无法证明情况不是这样的 这就像庄周梦蝶蝶梦庄一样 那不是人类理性可以证明的东西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说白了就是 你要证明你自己是清醒的 说到最后 经过无限多层次的逻辑推理 最后你必须相信上帝 上帝说是这样的 而你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做事的 所以你是清醒的 而不按照这种逻辑做事的人 是背叛上帝的 是不清醒的 最后你只能这么说 中间的逻辑环节 可以弄到无限复杂 但是最后这一步 你还是逃不了 单听理性 你完全无法证明 在几种不同的 自洽的逻辑体系中间 哪一种是疯狂的 哪一种是正常的 说到最后 我硬着头皮 说威尔逊主义 就是正常的秩序 最后我能够拿出来的 唯一真正能让我自己 心服口服的逻辑 就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人是世界上 最虔诚的相信上帝的人 上帝恩赐于美国 上帝赋予美国特殊使命 美国人这么做 那一定是上帝有这个意思 如果林肯统治了美国 那一定是上帝对他有所安排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话好说 如果不承认上帝的话 那么至少 在共产党这个统治范围内 我只能承认我自己是疯子 你要想想 从共产党的那种 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 和平对他们不是失败 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确实是真理 证明了万恶的资本主义 无论你如何韬光养晦 都不会放过你的 这对于他们来说 这证明了他们对帝国主义 一向怀有的阴谋论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他们的失败不是最终的失败 他们用自己的血 像巴黎公社一样 证明了帝国主义终究是不可信任的 今后的革命后辈们 会以他们为榜样 根据他们留下的历史教训继续前进 这样做比跟着李鸿章那些贪官污吏 去卑鄙的舔帝国主义的脚趾头 来苟言残喘 要英明正确的多 后者意味着认知图景的彻底破产 如果马克思来了 而名字又不叫马克思的话 肯定会被他们关进集中营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马克思是一个神棍 马克思制定了一种 你可以说是精神病逝的体系 这个体系在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 能够证明一切 你永远无法证明他是错误的 你打死了他 反而证明他更加正确 你不打死他 那就证明他是战无不胜的 反正他总是正确的 他如果赢了 证明他英明正确 因此他才能胜利 否则他怎么会胜利呢 如果他失败了 也证明他是正确的 证明他的真理高于你的真理 以至于你们这帮反动分子 清楚地认识到 不能容许他活下去 问是什么导致了 他们坚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而非从单纯的利益考虑问题 阿姨因为单纯的利益 就有一个权衡问题 比如说一个赤裸裸的 真正诚实的理性主义者 或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会说 我杀十个人来就九十个人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杀五十一个人 就四十九个人则是不合理的 等他杀到第四十九个人的时候 就会有相当多的人怀疑和叛变 最后他的团体就会解体 一个纯粹由理性主义者组成的团体 是长久不了的 因为他们个人在判断底线的时候 达不成共识 因为个人的理性能力不一样 判断必定会有偏差 有些人会在文革的时候觉得 为了就四十九个人 我杀的人已经快到五十一个了 但是还有人觉得 现在我才杀了三十个人 还可以再杀二十个人 以便就剩下的人 这样构成的党派是没法团结的 是注定要解体的 他必须有一种能够维持无限团结的 无限自洽的力量 这个力量会使他们觉得 无论杀了多少人都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史前时 为了史后之人的幸福 史前之人全死光了也是无关紧要的 你要明白 斯大林 特别是列宁 斯大林还相对正常一点 列宁那种人本质上讲 只是没有人给他下诊断 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人 他的精神病思维方式 使他能够采取正常人所不敢采取的极端冒险的措施 赢得体面的 理性的人 不可能赢得的那种孤注一掷的胜利 同时又是他们很容易遭到正常的理性的人 不可能遭到的那种极小概率的失败 问 但是我匪在邓之后 好像至少在表面的经济上 没有遵循马克思的教条 阿姨 这是一个核心和外围的问题 核心是他 外围是李鸿章 这个过程可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从毛时代就开始了 因为他必须要通过一些外围 才能够接触社会 否则他会把自己饿死的 而那些外围 往往就是李鼎明那种开明绅士 其实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他的一个外围 不通过这些外围 他不能够跟社会发生有效的沟通 这个外围有时候有时薄 但是一般来说他在胜利以后 这些外围就是他要打倒的下一批对象 从他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使命 需要积累的已经积累了 这些李鸿章式的人该考边站了 这不是不合逻辑 而是目的已经实现 就像反右以后平反的那些逻辑 平反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们不是说反右我们搞错了 他们说其实我们是搞错时机了 目前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应该这么做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等我们建立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 你们还是该死的 我只是杀的早了一点 这是一个技术错误 不管他们现在有没有犯另外一个错误 他们认为现在时机应该成熟了 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旧的革命已经成功 那么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 当初支持新民主主义的那些人 难道不该杀吗 问我党还是相当坦诚的 所有的统战手段写的明明白白 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削尖脑袋 要跟他们合作 阿姨这就是再一次证明了列宁同志的英名 所以资本家很乐意把绳子卖给布尔什维克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不是再次证明了 马列主义是完全能够自洽的思想体系吗 所以他坚持说马列主义是真理 这当然不是科学意义上实验室做出来的真理 但他们能够坚定不移的反复说这么多遍 那他确实是有一定的自信心 这种自信心跟精神病人的自信心 是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的 而不像是正常的软弱的人 正常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的动摇分子 依靠常识办事 而常识总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这种人办事总是犹犹豫豫的 看一看李嘉诚怎么干 然后再看一看包玉刚怎么干 万一李嘉诚和包玉刚干的不一样 他就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了 自己没啥主见 总觉得自己没有底气 这就是正常人 凭常识办事的正常人就是这样的 他像比拉多一样 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理 东撞一下西撞一下 而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不左辜右派 他笔直地冲过去 以巨大的信心和动力感染绝大多数人 因为绝大多数人看你相信不相信 主要是看你的动作有没有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心 所以从本丢比拉多那种人来看 他确实没法区别耶稣假先知和无师 在他看来都有可能是真的也都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他也知道盲目的软弱的群众总会跟着一个先知走的 不会跟着理性主义者走的 唯一的区别是你到底跟对了真正的耶稣和救世主呢 还是跟了假先知和骗子 只有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确定到底有没有跟对人 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依据 你确实永远也没法知道你是不是真正跟对了人 你内心中总有那么一丝恐惧 也许你是错的呢 也许上帝根本就没有拣选你 你跟的就是假先知 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证明不了 只有上帝本人确认你才能够放下心 你想 林肯可不是像那些浅薄的进步主义者说的那样 是为了自由民主事业 为了进步事业 甘心做了这个做了那个 林肯在做了他做的那些事情之前 他非常清楚和明白 他是破坏了华盛顿留下来的无文的宪法传统的 他非常痛苦 像科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 在坎查理国王的头之前的那种极度的痛苦 完全不像中国野心家当上皇帝那样 手舞足蹈 得意洋洋 哎呀我终于当上皇帝了 他完全不是这样的 他浑身站立 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断送了自己永恒的灵魂 而且再也无法回头 他一天到晚做七个小时的长期祷告 渴望有启示 最后流着汗 战战兢兢的做出了他的选择 如果他有可能是正确的 那就是因为有很清楚的证据证明 他做出这些选择的根本动机是神学上的 而不是政治上的 问马基亚维利主义 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阿姨不完全是这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实不是正确的马基亚维利主义 正确的马基亚维利主义是 不要命的服不要脸的 不要脸的服能忽悠的 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认知图景操纵的其他各种因素 意义操纵的无力 马基亚维利是一位政治科学家 他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论问题 比如说 他是一位信仰基督教 或者信仰伊斯兰教的科学家 但是他在说服你的时候 他不拿他的信仰做依据 他说 我的论证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无论你是基督徒 伊斯兰教徒 还是无神论者 你看到我的实验记录 都会相信我 所以我在我的论证之中 做一个让步 我假定耶稣 穆罕默德和摩西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先知 我只从世俗和公立的角度来考虑 他们这些先知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加以科学的分析 这样科学分析出来的结果 应该足以让基督徒 伊斯兰教徒和无神论者 全都满意 他是这样一个让一步的分析方法 意思就是说 我退一步 站在更加客观中立的层次上 仍然能够让你得出普适的结论来 他等于是一个政治上的实验科学家 从这种意义上讲 其实马基亚维利是白索的前驱 他那种让你一步的分析方法 跟道金斯他们分析的心理前提是非常相似的 问 这种论证思路产生的源头是什么 阿姨 它是唯一复兴精神的产物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多神教的复活 问 它不是理性的一种产物吗 阿姨 那要看你怎么样定义理性了 教会对理性是有一种特殊定义的 跟实证科学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他是在承认理性腐败和有限的前提下 仍然相信 理性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和人类 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证明 问 您怎么看到金斯和摩因 阿姨 道金斯是一个局部的达尔文主义者 摩因这个东西是一个梯子一样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所以你可以用一用像道尔顿的原子一样 但是你也要明白 原子和离子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他只是数学上用的一个阔弧 把阔弧打起来就是有利于运算的 仅此而已 但阔弧本身是不存在的 你也可以不用阔弧 而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运算 但是这样做 可能你的脑力不够 不够方便 问 这种多神教的传统 是不是复活了希腊罗马的传统 阿姨从唯异复兴时期的角度来讲 科学是巴比伦占星术 巴比伦智者的后裔 是这个被压制在地下的黑科学 经过了长期的黑暗时代 以后终于复活了 希腊在这方面 实际上是从地中海东岸 以辅索那里学的 而那些恐怕最终 还是从巴比伦来的 问 智术师呢 阿姨 智术师是另外一回事 智术师是希腊的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一般是希腊的律师或演说家这种人 他们在希腊起的作用 跟马基亚维利在意大利起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而且思想背景和方法也是基本一样 只是没有马基亚维利的天花板高 马基亚维利在基督教传统中名声很臭 而智者派在希腊传统中名声却不太臭 这恰好就说明基督教文明的天花板要更高一些 所以在希腊人看来相当纯洁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low很臭了 问如果智术师当时名声不是很臭的话 当时苏格拉底为什么还会被审判 阿姨那是一种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嫉妒 民众总是嘲笑知识分子是傻瓜 现在的美国都还是这样的 通俗的粗俗的民众总是这样做的 阿里斯托芬那些嘲笑都是这样的 民众不大分得清楚流派 在他们看来所有知识分子好像都是一样的 问您怎么看列奥施特劳斯 阿姨列奥施特劳斯是那种技术层次的人 他认为美国人不懂政治技术 所以给他们引进了一套 但是他在基本价值上是没有自己的东西的 所以他那些是依附于人的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那一系的新保守主义 有一个特点就是 可以决断可以决断 但是决断的目的和意义他说不出来 他默认了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 就是决断的意义所在 他交给他自己弟子的那种东西 等于是让他们用德国的现实主义的技术 去为美国的价值观服务 而不要对这个价值观本身过多地进行评判 问施特劳斯是不是西方传统的继承者 阿姨那要看是哪个西方传统了 按照德国那一套政治传统 他这种人是相当常见的 他反对的是施密特代表的那种情况 他觉得这样做会毁灭西方本身的价值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英美式的传统做价值核心 但是他又觉得这种东西在技术上太粗糙了 需要他给你引进一点东西 他代表的是德国式的现实主义的那种政治科学 问但是他明显反对的就是现代性思想 而德国现实主义的东西恰好就是现代性的东西 阿姨这个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从德国内部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是反对的 但是你要从美国传统来讲的话 他毫无疑问代表的就是他反对的那种东西 哈耶克不是曾经说过吗 有王道 英国的反纳粹分子和反社会主义者 有很多都是轻度的社会主义者 因为他们来自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 被后来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 更极端的社会主义者给赶了出去 于是英国人误认为他们是反社会主义者 其实就是这一批人对英国的自由传统造成了最大的破坏 你还可以这么样比喻一下 右派分子是什么人 他们就是早期对于共产主义横行责任最大的那批左派分子 因为他们制造出来了更加激进的左派分子 结果弄得自己沦为了右派 如果这些人被白左引进到西方 其实他们比真正的红军更有可能发挥腐蚀作用 施特劳斯就是这样的人 从德国那种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 他不够现实主义 从英美传统来讲 他实际上是引进了具有腐蚀性的德国现实主义 他就是一个57年的右派 对本国的现实主义者非常不满意 说出了很多反对极左路线的话 因此有可能使你误以为他是右派 中国新左派喜欢的就是他的那种决断理论 就是他思想中的马基亚维利那一部分 现实主义那一部分 问 但是他明显是反对马基亚维利主义的 阿姨 当然了 他在他自己所在的传统中 已经吃过了这方面的苦头 就像胡锋反对极左路线一样的 问 所以他是左派吗 阿姨 这是一个比喻 他不是左派 他是德国现实主义者 中间现实主义不够彻底 以至于被更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讨厌的现实主义者 问 施密特呢 阿姨 施密特就是他讨厌的那种更加彻底 肆无忌惮的现实主义者 问 但是有人研究说是 施密特其实是真正影响施特劳斯的人 阿姨 对 那是自然的 这也是个秘传心法 理论上最先进的是什么 就是最彻底 最极端的 施密特的理论是一种危险的武器 你使用了这种武器以后 不可避免的把自己变成一种 有可能腐蚀自由价值的因素 但是在你的生存环境中你要明白 你跟施特劳斯一样 代表的是一种类似国民党的 反共的列宁主义者 因为你如果不是反共的列宁主义者的话 你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问 美国现在的共和党 是否会用施特劳斯的思想去塑造现在的美国人 阿姨 显然 她对美国知识分子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则接近于零 问 但是她所影响的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政客 阿姨 那不鼎用 她对政治家的影响不大 因为政治家是跟着地方性选民组织走的 学者和顾问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智囊测试这些人物 在历史上和现实上的地位比他们要重要得多 所以很可能是以几多人 就因为他们在美国也一样重要 其实相对而言 尽管他们的物质待遇 当然比中国测试要好得多 但是他们的政治分量 其实反倒远不如刘晓峰他们那些人 问 您觉得希腊罗马系的正点 主要是在哪一个方面 阿姨主要还是在柏拉图身上 因为她被基督教选择了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他原因虽然也有 但是就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复原古希腊时代的社会生态 那么很可能 东方宗教或者占星术那种乱七八糟的 属于伪科学系列的东西 可能地位还要更重要一些 宗教方面 那些什么九神祭之类的秘籍 要更加重要一些 但是基督教选中了柏拉图 于是她就变成了正统 问 您怎么看尼采 阿姨 她是一个弱者 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她为了掩饰自己的痛苦 所以才说了那些话 那些话 是不应该太认真的对待的 但是 如果有人认真的把它拿出去执行的话 保释说 逼格不太高 也不难反驳 她是一个好的文学家 作为思想家的话 她没有任何思想 她只是会写得很漂亮而已 别人把那些修辞得很漂亮的词句 误认为是思想了 问 但是尼采是否也在塑造着整个右派的传统呢 阿姨 我觉得至少不是主流吧 问 您怎么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阿姨 亚里士多德没有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政治现象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她是一个类似于达尔文西普的那种角色 对于她那种思想体系来说 信仰和逻辑不是必须的 她只需要观察和收集经验性的事实 这些事实是零碎的 不大能够贯通起来 但是没有关系 她没有那种巨大的野心 想要把自己的逻辑搞得很自洽 只要她的现象是大致上的 具有常识意义上的准确 那就足够了 问 她是更接近于智术师吗 阿姨 不是 智术师是不依赖经验材料的 而是依赖自己巧妙的智力操的本领 智力操是错一点就会全都错的 而经验的事实则无关紧要 即使50%是错的 另外50%的正确性也不会受到影响 亚里士多德那种科学是平庸人的科学 她是那种不怕错的人 她没有核心思想 她是编转和整理的人 她名下的那些著作 多半大部分都不是她自己写的 只是她收集起来加以整理 问 有一种观点认为 清学考剧有科学分类的萌芽 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种自发的科学 你如何看 阿姨 这个就算是有可能 这个可能性也不会比拜占庭的百科全书编撰可能性更大 这要论规模来说 清朝或中国的任何王朝 都是远远比不上拜占庭那些编撰学家的 连一个零头都比不了 问 四川 广东和西藏在大洪水中会怎样 阿姨 四川我觉得希望不大 四川人散得很厉害 农村基本上连宗族组织重建的可能都没有 天下未乱属鲜乱 而且每一次四川人口都遭到彻底毁灭 广东比四川要好多了 每一次都要好得多 西藏在历史上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安全的 有共产党那就不好说了 问 不过我觉得在西藏的人躲起来更好躲一些 阿姨至少也得是佛教徒 不过那样的话既然是要做佛教徒的话 那还不如去尼泊尔或者去布丹 岂不是更好 问 是不是香港也不是很安全 阿姨 不是很安全 香港靠的是条约 条约是只有理性人才会遵守的 我斐对条约一般是以利用为主 根本上不予承认的 问 台湾呢 阿姨 台湾要安全得多 老师说 这要打到台湾却是很不容易的 彻底毁灭台湾基本没有可能 但是确实台湾有很高的概率 比如说被导弹轰炸一下什么的 问 那时候王师会出手援助台湾吗 阿姨 肯定会的 这一点应该是没什么悬念的 基本上肯定会干涉的 问 会派军舰过来接人吗 阿姨 不会派军舰接人 她会直接封锁大陆 截断了海上交通以后 你搞不定两星期的 内地处在封锁过程中 消息也传不出来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点消息也像 像伊斯兰国管辖区内部那样 模模糊糊 含混不清 想逃的人多半是逃不出来的 等到那时候再逃的话 多半就太晚了 问 王师会登陆吗 阿姨 我觉得不会 就算登陆的话 也顶多会只管沿海一带 你想 她现在肯到 ISIS控制的叙利亚去吗 就算她反攻 可能也只是 占据一些重要的 控制伊拉克和库尔德要道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 她是宁可让你自生自灭的 问 王师是否会 持援一些重点地区 阿姨 上海或者香港 都是很有可能的 问 如果我匪被逼急了 会做出往香港空降党委书记 这样的事情吗 阿姨 没有必要用党委书记的名义 换一个名义更好 问 大洪水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姨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结束 在此以后什么也没有了 警号 Part 2 完警号 何协认讯取的 他有一战 也不想 önemli